我來演示一下 常被同學問到錯誤問題 第一個執行的話一定會發生錯誤 如果你看到編譯錯誤的話 其實大部分出現就是自打錯 那最常見的就是哪個自打錯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假設看到這個的話 基本上你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它會告訴你說你錯在哪一個地方 不過有的時候它會告訴你 有時候它會停在這個地方 那首先的話 你可以看出哪個地方有錯嗎 對 其實最常遇到的問題是 Sale 稍加S 有沒有 那其他都一樣 OK 那我是建議各位 以後如果你要打這個行的話 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要怎麼樣避免打錯誤 其實有個簡單方法 一律就打小寫 如果我說 假如說 像我剛剛 比如說I列的B欄 等於空的 假如你這邊 這一行程式如果完全正確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C它會自動幫你變大寫 可是你移過來 奇怪怎麼全部都變小寫 因為你打錯字 那怎麼變大寫 很簡單你加一個S 你把這一行移開的話 你會發現手字會變大寫 有沒有 有沒有 表示你字是打對的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也就是你打字的時候是打小寫 如果你那個字沒拚錯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變成 手字會變大寫 有沒有 變大寫了 OK 這第一個 其實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打錯 這個字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OK了 然後把它直接清除 那剛剛還有同學問的其他問題就包含 如果像這個執行 它出現這樣子 請問一下這邊錯在哪裡 沒有等於 對 沒有等於 那其實這個地方可能跟你們平常習慣不太一樣 因為這邊等於是外面這個等於是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那這個等於的話是一定要加的 你們要看兩個等於就把一個等於給刪掉 OK 那這個等於是你丟進去之後 它一定要有一個等於 才能夠去執行這個公式 這也是規則 OK 所以你不能說 你把這個規則自己改變了 不行啦 它一定要有自己的規則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一個地方都不能有出錯 否則的話呢 一定也不能Walk 但如果你都對的話 執行的話 理論上就OK了 沒有問題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理論上你想 剛剛有同學問說 那如果我這四個 我通通都希望能夠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當然喔 如果用VBA來做的話 剛剛有同學想說 那是不是我可以把這兩個按鈕把它複製 有沒有 Ctrl C 有沒有 然後貼過來 直接貼到這邊來 但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按下考評會怎麼樣 按下清除 因為我們寫的範圍是到哪裡 40 所以如果我把它執行的話 會不會執行 也是會執行 只是說呢 它會執行到哪裡 感錯向下 到40就停掉了 有沒有 所以顯然就是說 我們這地方 你不能 如果說 你假設一個工作表 它就到40就OK 可是如果說 你將來是多個工作表的話 那應該怎麼樣呢 特別注意喔 這裡的話 你不能說 老師我知道 我把這邊改成什麼 101 但問題喔 你改了101 另外一個怎麼辦 不行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你需要 寫成 之前我講過 我們有講過 但是好像有同學 也有問啦 就是向下追蹤的 那個原理 當然那個邏輯 對同學來說 比較不容易理解 不過我在把那個 撰寫的方式 再跟各位講一下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的這個 列的位置 假如是變動的話 那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我可以跟它講說 你幫我從A1 你可以試試看 假設你優標放A1 如果按下Ctrl向下的話 它如果 停在A3 那你不要用A1 去追蹤 那你可以從哪邊追蹤 你可以從A3 Ctrl加按處 再按向下 它會移動到 最下面的話 那你可以用A3 去追蹤 OK 那追蹤的話呢 要VBA怎麼寫 特別是要 我們知道說 從A3追蹤 那追蹤的方式的話 特別是第一個 你就跟它講說 我要從A3 這個儲存格追蹤 那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Range 刮斧 後面的話 跟它講說 A3 這個儲存格 給它一個文字 A3 就是指的是那個儲存格 Range A3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那幫我向下追蹤的話 那記得後面有個程式 加一個END 加一個END 顧名思義 AND 就它的 這個範圍的 某個方向的邊界 所以AND 好 那什麼方向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瓜 它會跳出 你要哪個方向 如果我是XL 向下的話 XL XL 向左 向右 向上 那因為我希望它能夠幫我 向下追蹤的話 那你跟它講AND 然後SL DOWN OK 後括弧一下 然後它就會幫你Ctrl 向下 可是Ctrl 向下之後的話 它要做什麼 我們要取得101這個數字 所以如果要取得那個數字的話 這個地方後面請你再加一個點RAW 點RAW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 手拿的一個資料 其實就是屬性 意思是說把 這個101的這個資料 幫我把它傳回來到這裡的意思 所以將來這個地方呢 那就會是101 顧名思義 如果我說今天我換一個工作表 辦事員的話 那我A3Ctrl 後向下呢 那它回來就65 所以其實 如果假如說 你要跨工作表的話 那應該要怎麼樣 改成這個 剛剛的40部分 記得把它改成 用Range A3 向下追蹤之後 取得的列 在哪一列 幫我返還回來 OK 那你會發現我Range 也是打小寫 如果我移開的話 你看一下 這個R會不會變大寫 有沒有變大寫 那如果我假設打錯字 你沒辦法 假設少一個1 好了 移開會變怎樣 奇怪 手字沒變 那當然喔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確保說你將來打字 一定要是正確的 那這個 這個可以把它怎麼樣 複製一下 這個再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OK了 不過呢 我們來再試一下 因為0組好了 如果這樣來試的話 清楚理論上應該會輕到最下面 那考評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也會到最下面 不過呢 看一下喔 這個單位 Ctrl向下 會不會OK 沒錯 這個也OK 沒有錯 但是呢 有一個地方會出錯 哪個地方會出錯 欸 這個地方 名次 名次哪裡出錯呢 有沒有發現 因為呢 我們公式 這個地方的範圍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 M3到M4 應該是M 一樣的問題吧 應該是M的101 才對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 那是不是我這邊 直接把它改成101 就好了 也不對喔 如果你改101 一樣跟剛剛的問題 所以喔 其實這個地方 應該要多增加一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呢 其實來源就是 把這個取得的資料 把它換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怎麼換喔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有個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 請你在 這個的上面 再增加 一行就對了 然後我們可以用R 等於什麼呢 把這個列的資料 就是101 把它存在R裡面 所以我把它複製過來 也就是101 先放在R 然後把這個R 怎麼樣 把它換到這裡面來 那怎麼放喔 其實放的方法 跟那個放I 是一樣的 怎麼放呢 特別重要 一樣嘛 算號兩個 先把四值選起來 然後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M的移到中間 加一個不是I 加一個R 然後怎麼樣 把這個空白一下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原理原理都一樣 也就是說 我拿剛剛的這個資料 把它先放在R裡面 再把這個R放到這邊來 這樣的話呢 能不能解決剛剛的問題 我們來試一下喔 基本上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是OK啦 清除 清除應該沒問題 但是考評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欸 MV01了 有沒有 這個底下Ctrl向下 沒有問題啦 那你想說 辦事源會不會OK呢 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把這兩個 選起來 Ctrl-C 然後再貼到辦事源好了 那其他的話 助理源 把它貼上 那一樣喔 我們把這邊考評 看一下 Ctrl向下 沒有問題 那這個辦事源的話 也一樣把它貼上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這邊的話呢 到22 所以Ctrl向下 也沒問題 所以 我把重點回顧一下喔 第一個的話 我剛剛改了第一個 向下追蹤 第二個 把向下追蹤的詞 放在R 然後呢 取代這個原來40的位置 OK 畫面還給各位喔 那今天的話呢 等於就是 把這一題喔 一樣記得最後令存心檔 一樣是啟用聚齊的活躍部喔 因為裡面有VBA 然後呢 我剛剛有在那個 我們的Moodle裡面 有開一個作業喔 所以請各位就把這個練習的結果喔 傳上去 就完成今天的作業喔 OK 好的